花蓮市公所第一屆客家小网红培训营 日前在浩克文化会馆举行 吸引了20名队表演 主持有兴趣的国小学童前来报名 为3天的营队 邀请到了课新闻的记者宋佩瑶担任讲师 运用客家语结合数位影音传播平台 以及新世代的自媒体传播模式 搭配短影音节目计划 希望来培育新兴来帮助孩子们 时间梦想也带动花蓮市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 花蓮市公所举办第一屆客家小网红培训营 邀请到客新闻记者宋佩瑶担任讲师 他表示课程从认识自己出发 引导孩子学习对着镜头说话 也学习开发不同主题节目 并且带入客语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客家小网红 年龄层大概是落在国小左右的小朋友 那我们最主要是先让他认识自己 喜欢做什么 然后我们再来慢慢的引导他们 想做美食 想做旅游 有人想做开箱 然后再来就是从生活中 就可以带入一些客语的部分 一开始先让他们先自我练习 自我介绍 试着让他们对镜头说话 就 就是我们先从对镜头练习 开始说话开始 希望他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客家小网红 市长渭嘉燕在饮醉期间特别到场 关心孩子们的学习情形 他也期许小朋友能够持续发展相关领域 在追梦的同时也能够发扬客家文化 在我们八月多后我们有办理一个我们客家的一个小网红的一个活动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透过现在的社群行销的一个方式 让他们能够了解到不仅是推行我们客语 或是我们客家的一个文化还有客家的美食 我们都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在这一次的一个夏令营充分的一个学习 那未来也希望能够在网路上看到他们不管是po影片 或是po照片 或是要怎么转述我们所有客家的不管是文化传承的一个内容 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学习下来 那未来都可以成为我们客家的一个推广的一个网红 那在此也祝福我们所有孩子们 在这几天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非常的快乐 那度过一个充实的一个暑假 华联市公所客家小网红结讯营结业之后 公所也会请老师持续跟进学员的节目计划 协助完成影片拍摄 期待可以发展客家媒体、网红、KOL等自媒体的管道方式来行销花园 杰伦会欢迎时报道